王牌战机遭遇头号大敌 屡次战败受到英军质疑 曾经备受期待的飓风为何实战表现如此差劲 我觉得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一面就是战术问题 双方对战机的使用的编队的战术 是影响了很大的作战成果 独猎颠空战进入怀热状态 黑火飓风共同守卫英伦天空 一场伟大的空战为何只造就了前者 而忽略了后者 不管是空火也好还是飓风也好 这两款飞机都是英国空军当时的主意机 飓风化身海上斗士 为商船护航履历战功 一场另类的改装 为何让飓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舞台 除了这个海飓风取得非常不错的战果 然后对它的要求改装的水平也是越来越高 飓风轻现孪生兄弟 背包开炮让德军措手不齐 经过另类改革的五位战斗机 是否能够创造辉煌 本期沙场为您讲述 英军在二战期间最重要的空中武器 飓风战斗机的传奇一声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深藏不漏的王牌飓风 观众朋友 欢迎您收看本期沙场 提到布林甸空战的英军战机 熟悉这段历史的朋友都会第一时间 想起大名鼎鼎的喷火战斗机 它与纳粹德军王牌BF109之间的对抗 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不得不提的一段历史 不过呢 就在喷火战斗机的光环之下 还有一款战斗机也在布林甸空战当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甚至这款战机还要远超喷火 不仅如此 这款战机的身影还出现在了当时几乎各个战场上 并且是屡立战功 而这便是英国皇家空军最早的单翼战斗机飓风 那么这款飓风战斗机 为何屡立战功却始终是默默无闻 布林甸空战当中的飓风 又到底是怎样给纳粹德军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走进今天的见面 2016年7月9日 每两年一次的范保罗航空展在英国汉普郡拉开序幕 在此次航展上 第四代战机F35首次公开亮相 并凭借一系列精彩的空中表演 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 而除F35之外 此次航展还有一个重头戏 那便是二战工军战机再次飞向天空 只见以飓风战斗机为首的机队 拖着长长的彩烟飞过航展上空 现场的观众务时发出热烈的掌声 据了解 此次亮相的飓风是英国于30年代设计的战斗机 在狐猎天空战期间 皇家空军取得的战果 大都是由飓风战斗机完成 是英国胜出狐猎天空战的最大功臣 到1944年末 共生产 一万四千架飓风和海飓风战斗机 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各个主要战场服役 不仅如此 该战机还曾经出口到澳大利亚 新西兰 加拿大 以及分兰等国家 事实上 为了此次老式战机崇上天空 英国做了不少的准备 无论是军队还是民间 全部都在竭尽全力 为这些老飞机进行维修保养翻新 除此之外 早在两年前的上一届范保罗航展当中 英国方面便已经为这次复飞做好了准备 并且特地为老式战机改进了机场跑道 准备了特殊的维护设备 我们看到在范保罗航展上 展出了一批二战时期的老飞机 其中就包括飓风战斗机 我们说飓风战斗机除了在二战当中 保家为国立下汉马功劳 但是现在仍旧能够跟新的战机一起同台亮相 除了说明它保养的好 还有其他原因吗 当然原因还是很多的 保养的好 是说明对二战文物保护的好 有上到文物的程度 但是我想更多的还是英国人对二战历史这种纪念 因为在一个展台上或者在一个平台上 我们既可以看到过去就昨天的飞机 也可以看到今天的飞机 而且这两个都是实物 如果运气好的话 还可以看到未来的作战飞机 那么尽管有时候可能是模型或者相关的视频 这样的话你整个的历史念条是串在一起的 我知道我这个飞机是哪来 会往哪去 这个对航空爱好者来说 激发大家对航空的这种热情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而且整个对航空技术的发展链条 或者发展历史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现 所以我觉得它的空军文化 或者是航空文化非常好的一个体现和表现 当然这种东西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做成了 然后英国人在实际上在1932年 从1932年开始 他每年在他的亨登公园 都把他最好的飞机放在这公园里头 让大家去看 然后让大家了解我们目前战机发展的情况 那么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亨登公园的最新战机的这种展示活动就结束了 到了后来二战结束之后 新的范宝洛航展就首架航展的时候 那么重新再启动的时候 就专门增加了一个内容 叫公众开放日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大家看猪海航展 大概都比较熟悉了 那么在此之前是没有这个公众开放日的 那么甚至首架这个航展上就加上了公众开放日 就是把新飞机 包括后来还有很多老飞机加入 就让老百姓 航空迷 军事爱好者 关心国防建设的这些年轻人或者是观众们 那很好地了解一下整国的航空这一块的东西 所以这对航空文化的打造 对整个展现我在航空工业这种能力建设 特别是我空军取得这些成就 包括树立国家很好的一个在这个领域当中的形象 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说呢 飞风战斗机对英国人来说可谓意义非凡 而且它在二战中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那么究竟这样的一款战斗机 它是如何诞生的呢 我们去回忆一下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英国皇家空军计划建造一款新型战斗机 以替代一战时期的老列机 但与此同时 空军高层又出台了一份报告 其中提出 时速超过三百公里的战机很难编队飞行 也不能做剧烈的机动动作 因为过载大的会令飞行员无法忍受 再加上单一机不安全的著名研究报告 令英国空军的首脑人物 一直对单一战斗机持怀疑态度 也正因为在高层的重重要求之下 英军的新战机研制工作始终是停滞不前 就在此时霍克飞机公司的肯姆爵士 却不顾所有人的反对 毅然决然的开始了全新单一战斗机的设计工作 在设计过程中 肯姆爵士把飞风战斗机原计划采用的 苍蝇发动机和固定式起落架 改为马力更大的挥背损PV-12发动机和收放式起落架 并将作为主要五倍的四挺机枪增进至八挺 此外 飞风还采用了许多当时属十分先进的技术 如流线型机身 前半部复以全金属蒙皮 密封式坐舱盖向后滑动打开 方便飞行员跳伞时的紧急脱离 1935年11月 在肯姆爵士的不懈努力之下 首架飞风式战斗机成功首飞 而随着首架飞风的出现 一直不愿意接受新型单一战机的英国皇家空军 也不得不承认 这款新型战机的实战实力远超老师双一级 1936年6月 英国皇家空军正式决定定购首批600架飞风战斗机 并表示会随时追加 而随着纳粹德国的不断崛起 已经感受到压力的英国 不断催促霍克飞机公司加快建造速度 以求在最短时间内形成战斗力 我们看到当时实际上英国对于这种单一机是非常不放心的 并打算要放弃 但是霍克公司坚持要研制飞风战斗机 并且获得了成功 群老师帮我们讲述一下 这个过程当中都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中国一句老话说的好 叫陈也萧何 败也萧何 飞风这些开始的想法很好 之所以出现之后 很快被国防部否定了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采用的是老的技术 因为它基本上可以说是当时的双一机的一个单一机的改版 就是简单化了 所以当时国防部一看这些东西 你这些太瓦套了 这个不能再用 但是后来之所以出现了转换 一个是取了这个公司上层的这种决心之外 这就主要的这个机型 在战场上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效果 正是因为它采用了老技术 所以它整个的生产和维修保障 变得非常的简单 变得非常的容易 那么相比于英军更看重的烹火战机来说 因为烹火战机采用的技术含量是非常高 然后整个生产起来的周期生产起来的工艺难度比远远要比飓风要高得很多 所以这个生产的产量根本赶不上 所以这也给飓风来了一次很好的一次机会 另外从维修角度来说 因为过去的军队基本上用了这种老式的双一机这种架构体系 维修的这块领域动作都非常非常熟悉 那么新的飓风来了以后肯定是没有太多的问题 整个维修这一块做的也是非常好 还有一点就是说 尽管金属蒙皮对战机来说是一个发展方向 但是在那个作战年代当中 金属架构加上这种布置的蒙皮 可以非常好的抵消这个枪弹 或者是这种炮弹碎片对战机这种轰炸 所以它可以很好的有一个反弹 这很好的一个作用 而金属蒙皮恰恰达不到这一点 所以说这个陈叶萧河败业萧河 这个萧河指的就是传统的老的飞机制造技术 我觉得飓风既有发展有很好的继承 而且正好赶上了时事招英雄赶上了这个战斗时代 但是毫不夸张的说这个飓风的诞生确实是跌跌撞撞 但是终究还是诞生了 并且受到了英国皇家空的重视 可是这样的一款备受瞩目的战机 第一次参与作战的时候 却让人大跌眼镜 以惨败而收场 究竟什么情况 我们去看一下 1940年5月10天刚破抢 成群的德军制由巴西斯科卡市俯冲轰炸机 突然对法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机场 铁路枢纽 重兵集结地区和城市进行了猛烈的攻占 5时30分 在北海道马西诺防线之间的300多公里的战线上 德军地面部队向荷兰 比利时和卢森堡发起了大规模紧攻 揭开了入侵法国的序幕 与此同时 法国方面与英国远征军开始组织部队进行防御 飓风战斗机迎来了首次重大战役 然而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 面对纳粹德军的BF-109战斗机 丹任英法前向空中打击部队主力的飓风战斗机 似乎遇到了自己的克星 首次空中遭遇便以11比0的巨大差距惨遭失败 不仅如此 1940年5月10日至18日短短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内 飓风即被击落250架 在接下来掩护敦克尔克大特队的空战行动中 又损失了近150架 最终到6月10日法国政府撤出巴黎 法国战役全面失败的时候 飓风战机已经损失超过了500架 曲老师我们注意到 在面对德国的BF-109的时候 基本上飓风战斗机是毫无还手之力 能不能说在技术上 这两架飞机还是存在巨大的差距的 大体上可以认可这种观点 因为BF-109可以说是在二十大战前期最好的 就综合形容出最优秀的这种情形战斗机 德国人给它一个称号叫做王牌飞行员的摇篮 德国在空中战机的战果有一半以上 是靠BF-109来拿下的 包括在战场上使用十几年情况来看 它的设计的确是非常的 就是比较超前一点 然后加上它采用的相关的技术 比如机翼的机身下方 那么这种全制造的这种座舱 可以回收的起落架 机身和机翼的全金属架构 这个可以说都是下一代战机的一些基本的框架的东西 所以它走的还是比较靠前 在技术领域是比较靠前的 但是呢 飓风跟得比也不能说是优似处 这个BF-109它算是什么 算是一个打了就跑的这种高速战斗机 它的速度非常快 爬升能力也非常强 打了就可以很快就可以可以离开这个阵地 但是它有个最大的弱项 就是它的航程太短了 五六百公里这样一个航程 这个航程就远远要低于飓风的 超过一千公里以上的航程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BF-109尽管很牛 但是在伦敦南部的这种海域 它是控制不了 那这么看的话 BF-109和飓风战斗机 确实在技术上是有差距的 可是我们也经常说 战场上的情况是瞬息万变 我们也不能为武器轮 那您觉得飓风战斗机 获得一个惨败的结果 除了技术方面还有哪些原因 我觉得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战术问题 就是双方对战机的使用 对编队的战术 是影响了很大的作战成果 英军特别是飓风战斗机 基本上采用的是一个V字型的 或者是叫到V字型的 这样一个编队模式 就是掌机在前面 然后两架辽机在侧面 就是一个到V这么往前飞 然后这个辽机和主机之间的距离 是掌机之间的距离是100米 英军觉得特别好 这个可以很好地保持 整国对外面观察的这种视野 包括整国的战区的空着 它觉得特别好 它不仅三架战机 它摆成这样一个到V这种飞行 飞行编队 那么如果飞机很多的话 这个整国所有的飞机 按30安这样的 每个三架搭一个小位 每个三架搭一个小位 一个大位的样式往前飞 这个东西英军觉得挺好 反过来看 德国空军对BF-5109的使用 它采用的是200米距离的 一致性横向这种边队飞行 不仅作战非常灵活 而且机动效果起来非常好 这个一点我觉得 如果从相克的角度来说 可能这种保持一定距离的 这种一字型的 或者横字型的这种队型 战术的话 恰恰很好的能够抵制 或者能够克制 这种到位这些这种边队 所以英军输 是输在战术上的 而且我们说 确实在二战初期 飞风战斗机的表现 有点让人失望 而不仅如此 有可能是因为这一次的失败 后一次的战斗当中 它让另外一款 更加先进的战机 也是抢走了风头 究竟发生了什么 继续往下看 1940年8月18日 旷日19的不列町通战 已经进入了白热 越来越多的德中轰炸机 飞抵英国上空 对各个战略要点进行轰炸 不过 面对英军的顽强抵抗 纳粹德国也同样是损失惨重 甚至遭遇了 斯科卡大屠杀这样的惨犯 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在战斗中 旅律战功的飓风 却始终被人们所忽略 无列甸上演战机大屠杀 打下来的非常好的基础 更不精彩 稍后继续 二战初期的欧洲战场上 飓风可谓是颜面尽失 不仅没有给盟军起到任何帮助作用 还成为了给德军新飞行员 积累经验的靶机 不过 欧洲战场上的势力 并没有影响到英军对其的信任 在旷日持久的布列町空战当中 曾经丢尽颜面的飓风 要在自己的主场上 扳回一程 1940年8月18日凌晨 尤其是架斯托卡俯冲封炸机所成的空中编队 像往常一样 大摇大摆的出现在伦敦上空 准备执行空袭任务 而就在德军飞行员 做好轰炸前的准备工作 并开始俯冲时 数十架英国皇家空军的飓风战斗机 以极快的速度靠近轰炸机编队 利用斯托卡俯冲时 无法进行机动动作 并且飞行速度极慢的机会 骤然发起进攻 一时间 斯托卡可怕的尖笑声 变成了一阵阵巨大的爆炸声 而遭到攻击的德军飞行员 荒营之间扔下了所有炸弹 以逃脱英国战绩的飞杀 但仍有三十架被击落 其中十架更是被打的凌空爆炸 有英军飞行员将这场空战称为 斯托卡大飞杀 然而这样一场胜仗 主要的功劳却意外的被喷火战斗机抢走 战斗结束之后 皇家空军喷火战斗机军队成员 受到了高层表彰 并且有几位被评为了战斗英雄 而飞风战斗机却似乎被人遗忘 不解如此 在整个不列颠空战当中 英空军中飞风式战斗机 共有三十二个中队 而喷火式只有十九个中队 飞风式仍然是英军战斗机部队的主力 纵观整个不列颠空战战役 飞风击落的战机比英军其他任何一种战斗机都多 堪称是功不可没 然而在知名度方面 飞风始终无法占据上方 学老师我们注意到 在不列颠空战当中 那么飞风战斗机也是屡立战功的 但是似乎这个风头又被喷火给抢去了 很多人都认为 不列颠空战之所以能取得成功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喷火而不是飞风 对这样的一个判断您怎么看 第一个就是说在不列颠空战当中 不管是喷火也好还是飞风也好 这两款飞机都是英国空军当时的主力战机 这点地位我觉得应该还是要确认的 第二点我想就是 飞风战机多多少少还是背了一点黑锅 有两点可以说明这个 第一个当时在不列颠空战的时候 飞风战斗机中队是32个 而喷火是19个 也就是飞风的装备的数量 要远远的超出了喷火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因为喷火名声比飞风要好 因为从新进性的角度来说 它的确比飞风要新进一些 所以被打下的德国的军官 或者被打下的德国空军的飞行员 都说自己不是被飞风打下的 而是被喷火打下的 但我想不管是喷火也好还是飞风也好 在大不列颠空战当中写下的英雄故事 作为我们后人来去看这些东西 我觉得没有必要泰国秋千 喷火好还是飞风好 我觉得没有飞风也不会有喷火好的成绩 那么没有喷火 可能飞风也不会取得 对德国轰炸机这种战果 而且我们说在不列颠空战当中 确实也让英国皇家空军 再一次注意到了这个飞风战斗机 那么在随后的非洲战场 一款另类的飞风战斗机 可以说是席卷全场 成为了纳粹德军的噩梦 1942年10月23日在埃及阿拉曼地区英国第八集团军在蒙哥马力指挥下对隆美尔统帅的德裔非洲军团发起攻击 一场规模巨大的沙漠坦克战拉开了许多 而在此次战录当中 蒙哥马力之所以会与纳粹德军的装甲军团展开正面对抗 是因为他有着一样秘密武器 10日25日上午 就在英德两国在地面上激战正撼的时候 英军一直由飞风战斗机所成的机队来到了阿拉曼的上空 令人奇怪的是 这些战机并没有与敌军的BF-109发生战斗 而是很快脱离接触 向着德军装甲部队前进 十几分钟过后 英军机队发现了目标 十几架战斗机俯冲下去 一阵阵低沉的机炮声骤然响起 只见数十发炮弹在地面上顺序炸出了一个个弹坑 紧接着一辆德军的坦克也应一声爆炸 炮塔被巨大的气浪掀出去十几米远 面对如此怪异的战斗 纳粹德军突然感到有些手足不错 在他们印象中 飓风战机的机炮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威力 能够击毁坦克 而随着情报部门的介入调查 纳粹德军终于发现了这款战斗机的秘密 据了解 这款特殊的飓风有着一个特殊的名字 坦克启平器 是一种专门针对地面装甲部队而原制的新型战机 它与传统飓风最大的区别便在于 加装了两门40毫米的大口径机炮 当飞机俯冲下来时 可以精准地击中坦克防御最弱的炮塔部分 从而彻底摧毁坦克 实际上我们注意到此前的飓风战斗机只是用于空战 可是在非洲战场上 那么英国使用它是当作攻击机来用 那么显然用法上是发生了变化 怎么看待这个变化呢 实际上空军禁地对地进行资源任务的话 是现代空军的三大任务之一 在现代空军建立的时候就有这样 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空军就开始完成这样一个作战任务 当然在二战开始之后 最早进行这样作战任务的是德国的轰炸机 比如斯图卡 就是大家顶点有名的普通轰炸机 对地面进行轰炸 但是斯图卡这种轰炸机有两大弱项 可以说是先天缺陷 第一个它飞行速度很慢 很容易被地面的防空炮火所击中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它整个的普通轰炸机的飞行路线 是非常非常固定的 因为你固定的飞行路线 所以你很容易成为对方猎杀的目标 所以到了二战进行一段时间以后 出现了强击机去取代它 出现了攻击机去取代它 那我们说到的这个飞风的这种对地攻击 主要是算是一个攻击机了 它装了两门的40毫米火炮 这个火炮最开始实际上是为了防空部队来研发的 作为防空高炮 但是防空部队没看好它 但是没想装到这个飞风上之后 成为了最好的对地面打击武器 最开始装15发弹 最后变成30发弹 而且它的战术是实际上是很危险的 它一般它基本的战术是什么 是2000米以外发现对方的坦克机群 特别是禁止的坦克机群 然后就往前冲 冲完以后冲到700米左右的距离的时候 开始对对方进行攻击 这个是对后来的这种对地轰炸 或者对地禁忌资源作战任务 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也基本上把后来的对地资源作战任务的框架 基本上在这个时候就敲定了 等于说这个备受冷落的军风战斗机 在北非终于是找到了自己的舞台 而且我们注意到后来的表现 应该说是更上一层楼 让我们见识到了除了飓风战斗机 能够在这个非洲刮起大风沙之外 也能在海上狂风四起 我们继续往下看 从1941年开始 英国海上运输船队频频遭到德国U型潜艇 和FW200远程轰炸机的袭击 为保护性命攸关的海上运输线 英国皇家海军找到了空军方面 希望他们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很快 一款另类的飓风 除下 1942年8月24日 英军前往马尔他岛运送物资的船队 在半途被德军幽艇发现 并很快通过电台通知了附近的FW200轰炸机机队前来支援 短短十几分钟之后 纳粹德军轰炸机满载炸弹来到了英军船队附近 一场狂呼乱炸 即将上演 难究在此时 英军商船上突然闪起了耀眼的光芒 紧接着一声声俱起 数个不明物体被弹射出来 德军飞行员见此情况立即进行规避动作 他们以为是船上发射了全新的防空武器 但就在这些不明物体不断靠近的时候 德军飞行员惊讶地发现 朝他们飞来的竟然是飓风战斗机 面对来势汹汹的英军战机 奔重的FW200轰炸机完全就是火把 短短五分钟 纳粹德军的战机便被全部消灭 据了解 这些另类的飓风战斗机 是英国皇家空军 应海军要求特别改装出来的新型战机 并且为其命名为海巨风 该机可以配置在普通山船上 执行战斗任务时 将海巨风用弹射装置弹射出去 由于该机拥有巨风战斗机的全部战斗能力 因此面对德军轰炸机 海巨风有了天然优势 在服役的两年多时间内 70架海巨风迎战总数超过600架的轴心国旗船 取得击落39架 而自己只损失7架的出色战果 不过由于时间紧迫 海巨风的改装计划进行的十分仓促 很多细节没有完善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 便是完成任务之后 无法返回船体 只能扩降在海面上 再由其他船只设法把飞行员救起 而这导致了不小的人员伤亡 全老师我们注意到 实际上巨风改装成海巨风 应该说相对还是比较仓促的 但是尽管改装过程是比较粗糙的 但是最终达到效果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准确地说 这种改装 应该是相当于沾了英国皇家空中的光 也算是个权宜之计 因为巨风我们知道 它不是为作为舰载机来设计的 而是因为临时的作战需要 就做成了这种改装 当然了 就是海军对它的期望值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更让它高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的战果是非常非常理想 像您刚才说的战果还是很不错的 我想不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吧 还是因为作战对手没有改变 还是作战的主要的目标 还是依然是对方的轰炸机 所以只是作战的环境 作战的场地发生的改变 因为这款飞机的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速度可控的范围之内 它的操纵性是特别特别好 这个是这个飞机的最大的特点 就是如果按专业的说了 就是说它这个较低的一载核 给它带来的这种操作的稳定性 当然了它有它的毛病 它最大载核达到68节的时候 最小载核在57节的时候 这个飞机一定要出问题 就机头机尾就开始晃 整个机身就开始下沉 但是不在这个距离 不在这个四个标定的范围之类的情况下 这个飞机的操纵性是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它取的战果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吧 还有一点就是 因为海飞风的改进呢 实际上最最开始的时候 就走了是两条路 一条呢就是按照常规的 这种舰载机的样式去改 另外一条呢就是装上这种简易的火箭 实际上最早用的都是这种简易火箭去发射 那么随着这个海飞风取得非常不错的战果 然后对它的要求改装的水平也是越来越高 所以说海飞风呢也是毫不逊色的 确实也让纳粹德军是闻风丧胆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在西线 应该说呢 飞风战斗机是打出了自己的名声 随后呢 这股风又往东线刮 在整个二战期间 作为军事援助的一部分 英国一共向苏联交付了 3082架飓风战斗机 虽然因为一些作为零被舰的机器组装的原因 导致一些飞机并没有形成战斗力 但红色飓风在苏联留下的传奇事迹 却被人们所提及 苏联军方取得英国援助 飞风战斗机奔赴东线战场 曾经在狐猎颠上空屡立战功的王牌战机 是否能够延续辉煌 能起的这样的战果 具有战机的先天优势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这种 就是人的因素 零件短缺被迫改进 苏联军方突发奇想 一场另类的改装计划 到底能为飞风带来怎样的变化 飞风改成战斗轰炸机 大大出乎了过去传统的普通轰炸机 这种角色和定位 这个也是一大成功之处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王牌战机遭遇头号大敌 屡次战败受到英军质疑 曾经备受期待的飞风 为何实战表现如此差劲 我觉得还有一个最主要里面 就是战术问题 双方对战机的使用 对编队的战术 是影响了很大的作战成果 独裂颠空战进入白热状态 烹火飞风共同守卫英伦天空 一场伟大的空战 为何只造就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 不管是烹火也好 还是飞风也好 这两款飞机都是英国空军当时的主力机 飞风化身海上斗士 为商船护航履历战功 一场另类的改装 为何让飞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舞台 随着这个海飞风起的非常不错的战果 然后对它的要求 改装的水平也是越来越高 飞风兴现孪生兄弟 背包开炮 让德军措手不起 经过另类改革的五位战斗机 是否能够创造辉煌 沙场推出 深藏不漏的王牌飞风正在播出 玻璃电空战以及北非战场的成功 让很多人看到了飞风的实力 也因此引起了其他盟国的注意 其中正在艰苦抵抗纳粹德国的苏联 对这款战斗机更是情有独钟 1941年的10月13号 随着第一批飞风战斗机 落户苏联的摩尔曼斯克 东线战场上刮起了红色飞风 1941年5月 作为英国元苏部队 皇家空军第151连队进驻摩尔曼斯克 而一同前来的还有39架飞风 以及他们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 任务是增强摩尔曼斯克地区的防空力量 为苏联卫国战争尽一分力 9月11日第151连队的八架飞风进行了第一次战斗训论 就在此时 机队当中的指挥官突然发现 对面出现了数架德军轰炸机 正在朝机队的方向回来 他立即命令三架飞风出击 很快便吓跑了德国轰炸机 并未与其交往 但就在十几分钟之后 德国空军第77战斗机连队的三架BF-109战斗机突然出现 后面还跟着七架BF-110 面对敌方强大的阵容 英军指挥官并不慌张 他们率先发起攻击 很快便将性能远不如飞风的BF-110战斗机肃清 而自己仅仅付出了一架战斗机的代价 而此时 剩下的七架飞风对BF-109形成了绝对的数量攻势 在经过十几分钟的缠斗中 德军两架战机被击毁 剩下的一架仓皇逃避 随着英军战斗机的首张告捷 飞风开始了在苏联的征服 最了解 到10月13日 英国飞行员全部撤离苏联时 B-151连队进行了大小战斗期场 并均以胜利而告终 而自身仅仅付出了三架战机的代价 我们看到当时的英国的飞行员 驾驶着飞风来到苏联的时候 按说无论是地理原因还是气候因素 它都会有一个不适应的阶段 但是没想到很快就给纳粹德国一个下满围 它是如何做到的呢 想是这款战机对德军的轰炸机的先天优势 这是最基本的一点定位 这还是有的 实际上这次英国的第151年队 在东县的战场时间呆的并不是很长 但是取得的战果是非常辉煌的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击落了德军的战机是16架 有可能击落的是4架 这个是可能有一点疑问的 那么击伤了11架 这个战果是非常非常了得的 那么取得这个战果除了飞风对轰炸机这种先天 就是过去的先天优势的延续之外 这就是主要的就是这些飞行员 包括当年苏军的官兵 实际上付出了很大的一个牺牲 那么第一要克服了这种寒冷的气候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它苏军供给的这种汽油的质量 就飞机用的油 用油的质量是很差的 第一天9月 4月9月11号 这个八架飞机上去进行第一次作战巡逻的时候 就有两架飞风战机 发动机就出现了故障 因为油的质量太差 立马就开始熄火了 这是要克服的第二困难 第三个我觉得可能是更困难的是 就是在这个地域作战呢 所以能起的这样的战果 具有战机的先天优势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这种就是人的因素 所以我们说呢 当时英国人驾驶飞风战斗机的时候 在苏联并没有表现出水土不服 很快就适应了苏联战场的节奏 但是呢 别人的终归是别人的 当苏联人接手飞风战斗机的时候 这款战斗机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由于飞风战斗机所使用的弹药与苏式飞机不同 造成了后勤攻击和维护的困难 于是一些一线单位自己动手改装武器系统 1941年12月初 第72混合航空团的车间开始改装飞风的武器 原先记忆内的12.7毫米波浪凌机枪 被换成了12.7毫米的UBK机枪 煤艇配弹100发 有一些还换成了VAK20毫米机炮 进一步加强了飞风的火力 而在这些改装当中 战斗轰炸型飞风是最令人难忘的一款 由于在苏德战争中 坦克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重中之重 而摧毁坦克也成为了两国军队最头疼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 苏联方面率先展开了研制工作 并很快推出了EAR-2攻击机 但由于该机建造数量有限 无法提供太多支援 因此苏军急需一款更加强大的对地攻击机 就在此时 受到英军的启发 苏联人开始为飓风进行改装 他们将原有的八门机炮改为两门 并在机翼的位置增加了炸弹挂架 可以挂在50公斤的F1B50炸弹 或100公斤的F1B100炸弹 不仅如此 随着改装的深入 苏联方面还在飓风战斗机上安装了火箭导轨 可以发射最新研制的RS-82型火箭弹 1942年4月9日 经过改装后的25架飓风正式交付到第65攻击机团 并很快在战斗中表现出了不俗的攻击能力 除此之外 由于飓风战斗机拥有很强的空战能力 并在任务灵活性上强以一二二能执行多种任务 因此苏联军方一直将其服役至1944年10月 我们看到苏联人在接手飓风战斗机之后 很快就对它进行了一个改进 而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战斗轰炸型 而且当时苏军还为它加装了火箭弹 我们想知道 从您看来改装版本之后的飓风战斗机 究竟具备怎样的战斗力 它真是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 主要有两点表现 后来说它主要执行了两大块任务 第一块就是直行与一二二 就是当时苏军的轰炸机相同的这样一个任务 应该说这一款改型很多 但战斗轰炸型这种改型是非常成功的 它在战场上可以很好的承担了两个角色的任务 第一个就是承担了和苏联当时的主力轰炸机 就一二二相同的一个作战任务 那么因为战时跟德军作战的过程当中 它发挥了一个巨大的作用 然后德军给它送了它一个外号叫黑死神 但是这个一二二的整个的作战省耗也比较大 作战量也不太够 在作战数量不够的情况下 就是用这个改进型的这个飓风战斗轰炸机 来替代一二二来执行对地轰炸任务 这是第一点表现 那么第二点就是因为飓风战机过去是执行空战的 所以它尽管有改装 但是它空战的任务还是非常具备的 所以说它又超出完成了一二二可以做的工作 就是既可以执行对地轰炸 还可以执行相关的对空作战任务 这个我想应该是飓风改成战斗轰炸机 大大出乎了过去传统的辅导轰炸机这种角色和定位 这个也是一大成功之处 所以我们说不管是东线还是西线 飓风战斗机表现都非常的出色 一扫战争出气的阴霾 称为了英国皇家空军的空军力气 但是说到飓风的时候 不得不提另外一款跟它颇有渊源的远房亲戚 究竟是谁呢 通过短片我们去看一下 提到飓风 就不能不提一下与它甚有渊源的远房兄弟 无卫式战斗机 三十年代后期 单一机和动力操作炮塔 成为了飞机设计上两股非常时髦的潮流 在英国空军的要求下 以研制飞机枪炮而闻名的 波尔敦保罗公司 设计出这型一改传统的无卫式战斗机 它唯一的火力配置 是装在驾驶舱后方的一个液压驱动炮塔 其上装有四挺7.7毫米机枪 由坐在炮塔里的射击手用手柄操作 但由于设计的另类 直到1940年二次大战正式爆发 英军才组建了一支无卫战斗机中队 1941年9月 无列颠空战进入白热号 英国人已将所有能触动的战机 全部投入战斗当中 其中便包括这支无卫战斗机中队 也就是在这场空战当中 这款不被重视的战斗机 却给纳粹德军的飞行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悉 流于无卫的外形与飓风十分相似 德军战斗机按照惯例 从英机尾部进行攻击 谁知这正是无卫战最好施展火力的方位 当德军飞行员为机枪盗口的猎物 而暗自弃行的时候 突然遭到四挺机枪的迎头变击 这一招脱刀计使得颇为成功 在最初的三个星期里 无卫战总共击落了65架德军飞机 不过投机取巧的脱刀计很快便被德军识破了 他们立刻改用新的攻击方法 从无卫战的后下方进入 这正是他的火力死角 背负两名飞行员和一个沉重的炮塔 令无卫战的机动性能极差 无法与BF-109对抗 不过经历了惨重的损失之后 无卫是又一次选择了另一体骑进 他们不再与骤间升空 与德军战斗机正面交锋 而改为夜间战斗机 野机趁黑轰炸伦敦的德国轰炸机 这下他又能发挥自己的特差 悄悄地飞到轰炸机的腹部 突然用四挺机枪给他来一个开膛破路 全老师我们注意到这款无卫式战斗机 它竟然在尾部安装了武器 应该说让纳粹德国的空军飞行员是吃了大亏 可是这种奇思妙想究竟从何而来 实际上可能英国人是以己之身杜人之法 他自己有这样一个想法 所以他推荐到担心德国空军 也会出现这样一个作战工具 所以他采用了这样一个方法 在尾部或者在背部装7.6毫米机枪 这样一个战斗机的出现 无卫式战斗机 这次大概出现了这个背景 他的作战的方式是什么 他要到这个轰炸机的下部 利用他背部和尾部的这个机枪 对对方的轰炸机进行轰击 这个作战理念应该说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非常非常超前的 而且在战场上低低就能取到效果 当然只能是突袭效果 因为他本身带有几个先天的不足 第一个呢 他的整个的驾驶舱的视野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只能看到19度20度左右这样一个角度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差 第二个呢 因为变成双座的这样一个结构 相比于那个时候的单座战机来说 你的这个机动性肯定要差很多 所以也正是因为极电先天线的缺憾吧 他可能也算是昙花一现 当然了他给我们提供的应该是航空器之间或者航空飞行器之间相互斗法的一个新的思路就是 超前的设计 强劲的幸福 飓风式飞机凭借精灵的战绩 成就了一段王牌战绩的传奇 他也因此和兰开斯特 坑火两种飞机一起 成为二战中皇家空军三大支柱装备之一 而人们也会永远记得这款传奇战机 在二战之中的丰功伟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